大家來參加教典的朋友,大家午安 然後我這邊叫Loger,剛剛那個國慶也有... 王好年,OK,不好意思 謝謝 對,就是剛剛國慶也有介紹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來參加教典的活動 我自己一直都... 因為很多時候中間我剛剛人都不在台灣 所以沒辦法參加 但是之前也謝謝風哥的邀請 對不對 跟風哥認識了有一段時間 然後知道我這機會還蠻開心的 那今天我的這個內容 因為其實我已經開了工作大概也兩年多這樣子 那所以我這個會分享內容 除了我在實習以外 我更多會講一下我自己的一些background 然後我看到的一些就在工作或做實習 或是過去這六年來的一些觀察 那希望可以給大家做一些分享這樣子 對,因為在場蠻多學生的對不對 對,我們每個人看都年輕啦 所以我就跟他講學生 對,OK 首先我先很快就講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所以我大學是念清華大學 我念的是經濟的專業 但是我因為對於科技也非常興趣 所以我才念清華 然後在清華裡面 理工背景的這個學校裡面 有一段片商學或社會科學這樣的科系 那我修了很多科技管理相關的課程 所以我從大學開始到現在 我工作其實都跟這個科技的元素 含量還蠻大的這樣子 那大學的時候我四年參加了這個學生 就是說我參加這個學生 有四年就還蠻久的 從大一一直參加到大師 那我國演比一年這樣子 那我最後一年的時候 蠻幸運的 我是擔任台灣區的總會長 那台灣區總會長 那台灣區總會長 什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說我們愛生在去台灣 目前今年已經變成16個分會 那每一個分會就代表一個大學 比如台大政大 青大交大等等這樣子 那在我年年的時候 我們的Member大概有1200多個人 所以等於說我在二十六歲的時候 我必須要能夠 Leading整個Organization 大概1200多 那這個是我的總會團隊 這總會團大概有15個人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來自三個國家 所以裡面也是在跟大家溝通 開會的時候 用英文的方式 那你會很有機會可以去參加這個國際的會議 像這張就是我們2010年在一度的一個世界大會這樣子 然後那年其實我們蠻興奮的 因為那年我們第一次得到一個Global的World 它是要去給某一個國家 他在當地做社會公益 社會這種social impact project 做得很好 讓我們第一年得到這個 是因為前面幾年 小小姐大概的這個努力 所以我們得到 因為以往這個獎都是大陸跟印度的 因為他們就是地方比較大 所以很多social issues 然後他們做得非常的積極 那值得一提是 我們在全世界已經有超過65年的歷史 我們是法國 是二戰結束之後成立的組織 那現在一百多的國家都有 社會分會 每一年都有一個世界大會 那今年是first time ever 六十幾年 台灣成立五十年來 第一次辦在台灣 對 然後那個學弟妹辦得非常的大 他們把整個一大包起來 對 然後會有九百 一千個來自一百多國家的人 在今年八月 其實就是兩個月後 會來到台灣 對 然後他們也很厲害 贊助大家兩千萬 對 我實在是第一次參加學的社團 沒有聽過這麼厲害的樣子 對 所以那個今年應該七八月份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一些這種新聞的露出 那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像很多在場的學弟妹一樣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麼 不知道 每次大家那個 對於台灣新聞很常講的 就是要找一個熱情 對不對 這件事情很簡單 其實非常難做 所以我大學的任何方式 是我不斷地去做internship 因為我媽 就是同意剛剛幾個分享的同學 有講到就是說 欸這個大學做實習是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真的 找到你喜歡的時候 不喜歡什麼 那我大學做了九份的實習 對 所以這還蠻多的 那我從小公司 一兩個公司 一直到跨國的大公司 我都做過這樣的一個不同的經驗 所以我在後來的時候 比較不知道說我想要做什麼 那第一個 其中一個 我今天沒有講那麼多 其中一個是我在Mutterhouse 它是一個日本的 做包包的一個公司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 社交媒體的一個 一個社會型的企業 那我在那邊主要是 跟這個Global Marketing Manager 一起去co-work 然後我幫他們在 這個台灣這邊的發展 這些經營 那我後來也帶過華碩 華碩其實我參加過 一次是華碩CEO 現在就沒有這個計畫 我大一的時候 是這個華碩CEO 那我在大師 從印度國安寧寧的時候 我也去他們的亞太野區域的 這個市場計畫部 做了一個project這樣子 對 那接下來我就那個focus這樣 就是 我在Google跟我現在的工作 這樣子 我那一年2011年的時候 很幸運 我在台灣拿到八個工作機會 那其中七個都是台灣的外商 但是只有一個 就是Google 是在印度辦公室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很特別 那當時是因為他們跟 Isaac在印度分會合作 所以他 Google India Office 他跟全球 每一個 就是國家去 sourcing talent 那我剛好在你 經過三個月的面試 然後拿到將你的機會 那我去的城市是 Heshwar 他在南印 那這個城市 他的背景是 他是一個現在 新的細谷 印度新的細谷 以前舊的細谷叫做 如果搬家 如果大家有關心 多的話 你們會知道這個城市 那現在新的 是在這個 海德拉巴這樣子 那先講一下 Google 至少在2010年的時候 他是一個 非常難進的公司 現在還是蠻難 但是 比較 2010年的時候 可能 這個時候 那時候更難 那他有做了一個統計 如果是Hawful 不許是白智物的話 Google 至少在2010年 他是0.3 就是全球 他們平均下來 對 所以是一個 非常 就是很tough的一個 一個process 然後 interview真的非常非常久 我從來沒有 才拿過這麼長的 interview 就三個月這樣子 那 這是我那個時候 剛到我辦公室的第一天 因為 2010年的時候 大概想到也是 4年多前 那個時候 Google是一個非常 innovated的company 那很多人 經過Google 就會 跟那個logo拍照 然後覺得很酷 然後那年的時候 做為晨曦的傳統 我就覺得 進去的時候還蠻開心的 所以我一到 我一到辦公室第一天 我就跟這個logo照相 然後我同事我覺得很酷 因為 印度辦公室有2000多個 就是Google Google的同事 所以大家覺得 這是很稀疏品嘗的事情 但對我來講 我覺得還蠻開心 因為 我是這個辦公室 第一個 錄取的 台灣的實習生 這樣子 那 在面生活就很開心 然後就 如同大家 都能喝熟 就是那種喝熟 很想 就有聽過 我上下班有時機介紹 所以這白色就是一個測隊 那你上 你下班 都會有人 可以帶你回家 然後 上個月 四個月 我住那個飯店 就還蠻不錯的 然後很多吃的 跟喝的 那樣子 然後喝的都是印度的 果汁 對 所以這喝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我那時候 喝很多 然後我也是 就是肚子也蠻不舒服的 我後來就吃兩個 我聽過 比如說這個 這是Red Group 紅牛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 這餐廳都很划算 因為紅牛其實很貴 大家台灣都知道 對 然後這個 這個旁邊這個是 在Google的話 我們每個禮拜五 叫TGIF 原本TGIF 叫做Thanks God's Friday 但是在Google 叫Thanks God's Friday 所以每個禮拜五下午 你就可以到他的廚房 就是餐廳 然後吃東西 然後大家就是 catch out 因為Google其實很喜歡 不同的背景的工程師 跟 business sales 就是做在一起 然後談論事情 這是我在那邊的團隊 全部人都很明顯 這是我 在這邊 這個衣服大家看不清楚 我特地去那個 中山站馬椰 上面寫台灣的好 我覺得很酷 可以跟台灣 這些人 都是我在那個時候 團隊的同事 其實都很年輕 我的團隊平均都11歲 非常非常年輕 他們都是 在印度年一流大學 前進去畢業 然後進來Google工作 那我做的工作是什麼呢 因為我是 比較偏向經濟 跟上管背景 所以我做的是一個 他們叫商業分析師 那主要在這個團隊叫 Global Service IH Team 那 因為大家知道Google什麼 怎麼營利嗎 它是靠什麼 賺錢 廣告 它全球本身95%以上的 來自於廣告 你這樣都可以知道廣告上有多大 而且只是 online的 marketing 大家知道 Google現在股價樓上 樓上樓 樓上樓上樓是500 所以你可以 你這樣去呈前 就知道他們這個市場 這個派道有多大 那主要 印度辦公室 它是守候所有全世界 講英語的 英語性市場 這些國家 主要是以英國跟美國為主 那我當時去參加這個 Global Internship Program 我帶了幾個不同的project 其中一個就是 協助Global Service IH Team 去幫客戶分析它的 廣告的效益為何 再來一個是 比較偏吃這種 市場分析的狀態 去幫他們表現說 為什麼我們在英國的 科目滿意度跟美國 有不一樣 然後中間那個 不一樣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怎麼樣去 improve這個事情 當然有做比較偏 PEM 然後 Project Manager 這種交涉 所以在這個 四個月當中去 我做的這個 這個經驗其實還蠻 還蠻多元的 蠻好玩的 那值得 值得一起的是 在這邊的同事 這六個是 我們當時 在整個2011年 夏天一起去 那邊做實習的 大家的背景都非常特別 像這個叫 Jack Jack他是來自新加坡國畢大學 非常非常優秀 他是 他們氣管系第一 畢業 沒有畢業 那時候是大三畢 然後後面的那個女生 他是印度裔的美國人 他是在哈佛大學念英語 就是Mainbridge 那這個是 我跟他說現在早上聯絡 他他是美國併奏大學 就是U-Pen 念物理系的 對 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 他從物理轉到念商學 然後我上個禮拜 欸 上個月 我在紐約跟他見面的時候 他現在變成一個軟體工程師 對 他自己就去上課 就念念GDM 所以在美國也是很常遇到這種 就念那個 Economics的很好 後來也就當受問GDM 那後面兩個是來自中國的同事 OK 那我其實 其中一個我很開心的事情 是可以幫台灣的大品牌 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寫了一篇文章 那後來也在天下的那個 天下的那個 天下給年輕人看的一個專欄裡面 我最後一個就放了這張圖 因為我覺得 至少在這季年 大家很常叫愛台灣這些事情 我自己當然也很愛台灣 那我覺得我 就是愛台灣的一個呈現方式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可以今天代表台灣年輕人 站在一個國際舞台上面 去告訴他們說 欸 台灣年輕人也是很好 那這件事以外 也是很興奮的 所以我就帶了影片過去 然後送給他們 然後 大家都覺得台灣人 還蠻有熱情的 這樣子 所以就很開心的 因為有時間不多 後面我會講比較快 所以 我從Google回到台灣之後 今天就畢業了 畢業的時候 其實有兩種權責 因為我們是進入這種傳統中大型的跨國公司 第二個是說去做這種 做這種標片 這種創新的小型公司 那我當時在那裡以前的時候 我是先選擇去一個比較小型的公司 我們公司叫ADT 他的英文叫 Ply Credited Technologies 在全球都有辦公司 現在亞洲 換成台北 跟東京辦公司 那我們做什麼 其實 很多人說 我們是策略公司 就 社會的 consulting firm 那我們主要是把兩個 現在全球很大的一個趨勢 做原段預測 原段預測分析 跟大數據 就被貝拉 這兩個去做一個 combination 透過這樣的分析 去協助企業的大老闆裡面 去做更好的商業決策 剛剛 第一個 還第二個同學 有分享到說 經理嗎 有分享到說 提升獲利的方式 有很多 你profit等 revenue 乘上 profit等於reverage等到 cost revenue可以再 break down 就是 他等於你賣出多少東西 多少價格 我們公司就在協助 各大財新或百大公司 去說 你今天 你公司這麼大 但是做了一個決策 你想要提升的 那一顆數 那是否真的可以有用 那這邊幾個 幾個都是我們的客戶 像辦大老 還有Google 還有其他的這種 Upcrombie 等等 只有這種大型的零售業 然後他們在做很多的商業決策 我們透過數據來 去幫他們做一個更好的分析 對 那 這公司其實他算小 但是他背後股東很大 是高盛跟KKR KKR是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 高盛在前面投了我們一億美金 是全球當年度投科技相關 第二大盒 對 那共產品有IPO 那我在這邊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幫他們進入中國市場 所以 我是講以前 做這些公司 在整個亞海地區 第一個Hire進來做 這個市場推展的人 所以我 基本上每個週 都會在大陸 站來幫他們回來 然後我明天 下午要去上海 對 所以我主要幫他們 take care 幾個大陸的城市 大概現在 travel 12個以上的城市 這樣子 那這間公司 他好玩一點 就是說 因為他小 可是他的人 其實都非常的selective 而且 我們全球大概300個人 但每個人 其實都非常的優秀 我們在美國的話 這些就是 大概我們Hire過來的 這些學生 那也有從 顧問公司 或者說科技公司 像Google 所以我們公司的人 很有趣 他是結合business的人 跟engineer的人 一起進來 然後去幫大型的客戶 解決他們商業 做決策上的問題 然後這邊給大家看 這是我去美國 training的時候 有一些照片 大家看來都是年輕 很帥 看來都是年輕 然後也真的很年輕 我們辦公室現在 台北的話 平均年也是24歲 所以我剛超越那個 Average Age 現在應該變25啦 因為大家都同一屆 然後很有心 我自己的習生進來 就又在講低一點 這樣子 然後值得一提是 Glasgore大門 如果有關心國話 我剛剛都知道 那我們在前 一兩個月前 被評為 小型公司全球 客戶 可能不是客戶買一度 員工買一度 第一名 一頁第一名 然後是王 就是王安局不散 所以蠻酷的 我這邊很快 帶一下 如果大家要學生 所以你們可能會很care 說我現在大公司 或者說 你外的創業 到底looking for a talent 是什麼 我自己總結了一下 我覺得三個 一個是Problem Solving 然後Go with Social 跟Leadership 這三個是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 如果你們還在念書的話 盡量讓你的Vestimate上面 有這三種Portfolio 對 OK 然後這個很多題 我自己還能看到 台灣學生在國際舞台上面 的一些挑戰 因為我帶過台灣公司 我帶過美國公司 我帶過日本公司 對 然後從大到小都有 我其實看得到台灣學生 在這整個double stage的一個挑戰 對 那當然其實 不要說看挑戰 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未來機會點在生活 我覺得 這三個可能是可以大家 當一個reference 就是我自己整理出來的 包含 要開始早一點去思考你的career 然後你要幫忙做大 對 你已經day one 就要讓自己成為一個global talent 你global talent跟tailant不一樣 成為一個人才很重要 但是成為國際人才 這更重要 尤其是台灣 因為台灣 你現在你不出去外面 那 就是 就會進步 對不對 因為台灣市場 沒有compare其他國家 沒有那麼大 所以你要往外走 那 但往外走的同時 你要去拖上你的network 像 我一直鼓勵自己 我一直鼓勵自己 我的人嗎 不要走到台灣 對 根本不要走在台北 你的全台灣各地 然後我有朋友在西武工作 我有朋友在歐洲 在印度等等 就是去 丟掉你整個network 因為定期我對公司的朋友 Sky 或是如果有幫忙 奧武道 你給大家吃飯 那每次這樣的教育 我就幫你找說 我現在全世界最新的人 比如說我上個月在西武 我跟我在西武當工程師的朋友 他說 Roger現在西武 最火紅的公司是什麼 回聽 馬上就 就兩千 這比你看數更快 對 看雜誌更快 策略性規劃 然後一段第二 就是 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覺得 蠻努力大家可以掩蔽 掩蔽 掩蔽不是 就只掩蔽 做一些